请聊 是这样的啊 今天我可能会接一些这个比较新的观众啊 有一些这个观众之前没有连过 那个然后 还有一个人跟安迪贡想法是一样的啊 我们来听听这位中台 有一个支持安迪贡的啊 哎哈喽你好 啊你好你好 哎哎那个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怎么称呼哪里人 好好你下的我出来 我这边是是合肥人 嗯合肥人 然后今年今年三十三十二岁 您怎么称呼 姓朱 朱先生啊 哎您刚才说您这是安迪贡的想法来 能那个详细的描述一下你的观点 啊 我就简单的跟您说一下吧 我这边因为我自己的工作嘛 我平时工作比较自由受疫情的影响稍微小一点 但是我们的销售啊 啊我是搞技术 我们销售受这个疫情影响挺严重的 有的有的在寒州有的深圳嘛 嗯 深圳这几天一年上来了 寒州好像也出现了一些疫情 他们因为疫情然后就是根本出不了门 然后深圳的那个销售隔离起来了 寒州这边就是受疫情影响就是对他做业务也有点影响 因为销售本身就是你多出去跑 跑到客户里才有提成嘛 就是等于说对他们就相当于收入锐减 对他们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然后的话再聊一下我自己个人的家里面 聊一下我媳妇这边 我媳妇上面有三个姐姐 然后我这边我三姐夫 她是也是在深圳 她是做工程的工程上面负责工地的 因为深圳的疫情然后也是有好几天没开工了 然后我二姐夫也是在在西安西安这几天好像疫情也上来了 然后他们小区是今天刚刚学校发了通知 然后我那两个一个侄子一个子女然后学校里面全部相当于封校了 只能在家里面来只等于说他们也没法出去工作了什么 只能在家里面带小孩 还就是我媳妇的三姐在呃长熟长熟市长熟是做服装的嘛 他那个工厂好像也是 他那边好像也是这几天也是在做核酸 然后其实也有影响的 然后我说这么多的问题就是 啊 我有个观点吧 就是这些他国家这么花这么大力气搞清零 我觉得是之前是可以 我觉得现在这样搞有点过了吧 可以因为现在毕竟全世界基本上都放开了 然后国外大部分国家也不统计那个新冠多少人都就是感染多少人多少人呢 然后疫苗已经出来了 然后这个新出 然后出来的疫苗等于说你打了这个疫苗之后 你新冠的那个死亡率比那个新冠死亡率比那个流感还低 可以在美国那个那边的可以查到那个具体的官方数字 然后的话 我觉得这样放开你就是你轻症重症还是什么症 你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来处理 并不说你放开了过后 医院什么就晒不下了什么都不是不是像之前那种情况 就是国家应付不过来 还有一点是他这个奥密克戎 他这个传播速度是那个嗯 DELTA的5倍 这是有就是专家说的不是我说的就是4.4倍 我就上5倍了 然后DELTA是就是之前第一波出来的那个新冠一新冠疫情的新冠 新冠肺炎传播速度的两倍等于说这个现在这个阿密克戎是之前的那一开始的那个病毒的传播传播速度传播效率的10倍 你看国家发花这么大力气好像吉林又爆出了直接出了一百一千二百里大家都没发现 比如说国家也做做得很好了 但是还是防不住 你防不住防不住的话 然后的话 你你即使在花这样的力气来防的话 你你你中国做一个外贸出口型的国家 你是要跟国外进行贸易的 你你货卖货物进来 然后你卖货卖货物出去 你这样搞得那么严 对我们国家的经济民生对我自己对我个人对我的亲戚朋友 周围的人都影响挺大的 但是因为这个事儿国家已经定调了 你就是要搞清零政策 没有包括您那个专家 包括很多专家都不敢出来发生说 我们觉得应该逐步商讨一个什么政策应该学校国外什么的 然后来 逐步的放开或者是什么东西啊 毕竟现在疫苗已经很臭 大家都打了什么加强都都已经打了 我觉得可以逐步的 大家都这么做 你一个人这样搞等于说是你 你对自己的经济民生其实影响挺大的 大家都是还要生气的嘛 对吧 而且你这个疫苗打了过后 他那个死亡率比那个流感其实还是很低的 你只是那种重症啊 就是你本身自己就有基础疾病 然后你得了新冠才是影响很大 这种人可以去 医院隔离 然后你如果自己得了习惯 得了得过新冠 然后你 如果症状较轻的就在 在家隔离就好了 我觉得这种国家可以政策要灵活的变动 并不像 一开始那样 你刚才说了一件事啊 得了新冠在家隔离啊 我想问你一下 您刚才说了现在也是 在家隔离 那么如果开放的话 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啊 开放 出现这种大面积感染啊 包括中国的现在这种动态清零的政策之下 包括中国的这种清零政策之下 吉林省 现在出了日增啊 日增2000多 日增2000多 现在目前整个就有2000多个病例 那如果完全按照欧美的这种方式来打开 完全都都都都开放了 的话 那我们的日增将成几指数 几向上增加 可以今天弄个什么 搞个四或者几个省份来试点吗 你觉得呢 那么如果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些人不断的反复的交叉感染 群聚感染的这种情况之下 得了得了被感染的人 他还是要居家隔离 那么像您说的啊 这个有些人的生计被影响 他没有办法出去工作 那么这些人还是要居家隔离的情况之下 不结果和您现在的结果不是一样吗 那要稍微那肯定要好一点 我觉得你 你这样就放开了以后 你这个外贸各方面经济 还有那些做餐饮的 搞旅游的很多东西 你如果没得心惯 就等于说就有人进来吃饭了 搞旅游就有人来旅游了 这种要好一点 你看国外那有 我也是关注NBA 你看国外那个NBA球赛 基本上都不带口罩 因为有些人已经得过新冠了 得过新冠 他等于是第二次得新冠 应该就几率小得多 那种 在这点上我要反驳你啊 我们本 咱们频道的一位观众 在英国 他叫开道迷途 他已经两次感染新冠了 而且他有 他现在后遗症导致说 他现在 呼吸很困难 这后遗症肯定是有的 有的好像是就是舌头没有味觉了 或者是 呼吸很困难什么的 这种肯定是有一点后遗症的嘛 对啊 这没办法 你现在等于说你如果你不放开的话 你等于说是对国家的经济民生已经很大影响了 不是不单单是我个人 我朋友现在今天全部是 又是排队做和尚的 又是什么隔离的 又是那些东西 就是国家 应该 感觉应该 政策要灵活一点的 而且我觉得 顿泰清零 之前是可以的 你现在搞清零 你说实话 这个病毒传播速度是之前的相对十倍 你 你在 在 你做的再好 你等于说你最后到头来还是管不住啊 为什么说 这是第一 第一点是因为速度是之前的十倍 第二点是因为你 始终你是外国有人进来 你始终有人要出去 你这种病毒又暂时又 就是 就是不能消灭掉 你你你不可能不跟别人交流啊 我的观点这样的 嗯 其实你主要的观点还是说影响生计 对吧 对 真的是影响生计 你日子要过下去的吧 你这样搞的话 大家 都日子完全过不下去了 很多都破产了 什么 什么 那个什么的信用卡 什么繁带的黄武器了 什么那些东西 国家都 表面上就是一片 太平 很多人真的都 反正我做 有很多人就是感觉很那个 嗯 当然 当然 包括 那你觉得 你觉得我们这种开放应该是怎么开放 你觉得任何 我觉得国家要想想个办法吧 就是你国家你要带头出来 比如说这东西现在就是你打了疫苗过后 打了疫苗过后就是 其实 就是就是 就是那个那个后遗症很小死亡率很低 然后国外的那已经相当已经放开了就是 可以说是学学习国外的政策吗就是光放定调吗 光定调就是放开吗 然后其实就真正就是那些死死完了就是一些就是很很年长的 要么就是本身就有身体基础疾病的那种 这是这是没办法的 因为大家都都要维持生计吗 日子总要过下去的吗 你你比如说你即使不放开 你有的比如说你之前出现的一些用 因为孕妇他你没有何上证明你都不让进去生生小孩 当然只是个例子 我是举个例子这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然后还有这个问题就是你很清楚了 我们在我们的频道这个问题讨论了很多 我就我就不讨论这件事了 就讨论那个你你比如说你平时得流感感冒什么的 呃得个病毒性感冒或者得个其他什么小病小小小样什么的都 都都会死那这这没法避免的 我这个我要跟你简单介绍一下 因为从传染病学的角度上来讲 一个传染病死亡率如果高于0.5%以上 这个社会是承受不了的 超过1%到3% 超过1% 2%3% 那这个社会是要是要爆的 这会发生民变 没有啊那那那那美国感染那么多那那不还是照样好得很吗 美国有现在不到100万人美国3亿多人口 你算一下我都百分之几 他有的感染都都没有统计到啊 对啊 而且感染我们说的是死亡率哦 我们说的不是感染率是死亡率 我知道死亡率他 他死亡肯定是你你毕竟中国有这么大人口基数嘛 这个死亡我觉得 这个你死亡一些人我觉得我觉得是没办法没必没方避免的事情 政府已经做的挺好的 我觉得 你官方定调你到时候这这这这东西还还是要放开的 而且还有一点是我自己原因的问题 我自己本身有鼻炎我平时出去出差 或者是干什么的 戴口罩或者是去公园玩什么的 戴口罩 我就是就是感觉自己完全呼吸不过来 并不是 很苦就是这东西就是对我自己也有稍微有点影响 然后就感觉还是中国政府迟早迟早要放开 我觉得我我我我虽然不是专家 但是我建议这样 我觉得对周围的人都影响挺大的 OK OK 还有一点就是我我本来想的半天 想把我自己的观点发到朋友圈 或者发到一些群里想想算了 我靠到时候未审查又发不出去 你有发吗 不敢发发了到时候会出问题 我认识一个我一个高中同学 不到一个大学同学重庆的 他是平安重庆的 他是做那种政治巡他做那个渔情就是正渔情巡查的 他是渔情巡查员平安重庆的 然后他跟我说你你在网上不要你只要不恶意批评恶意评论领导人 不要恶意转转转一些帖子假消息什么的 说一些基本的事情都没有你 但是我还是 那个有点 都你弄管困的太那个 我之前也跟你提到过的事 我觉得国家稍微放开一点 没必要这么严 OK 大家都都能看到国外 你你你想你我就几个几个难题 大家翻前大家翻翻翻墙 这么聊天 其实也也挺费劲的 然后我之前有一个抖音上的他也是网上像您这样的频道 然后我说他也是网上深夜那种聊天的话题 我也挺挺挺挺欣赏他的 嗯 然后就是经常半夜是他是然后已经聊一些相关的话题嘛 然后就我说能不能跟您讨论一些敏感的问题 他说不能好好活着吧 他他他他这样跟我说40多岁 这知识挺渊博的 嗯 专门在北京住了两个大平城 然后就是看就是读读书嘛 就是他嗯 别的你还是他国内管风的太严了 我觉得习大大要放开一点嘛 就就就就这两点 OK 我觉得安德贡安德贡也没您说的那么偏激吧 他有一些观点他虽然是到国外嘛 他有一些观点其实说的还挺客观的还是挺爱国的 并不能因为有些观点呃 跟大部分人不一样你就把它打倒 对不对 应该包容嘛 我觉得中国 你觉得我有我有把谁打倒吗 感觉就是治理行政有点嘲笑他的意思 我觉得这样不应该啊 就像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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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就像那个谁的房间啊 就像那个捷克的房间整天怼5030 我知道他是为了流量嘛 他自己流量 其实 台湾的 大很多很大一部分都是跟5030一样的想法 你要真嘲笑 你要真嘲笑5030你还嘲笑不过来 我说实话 我是实话实说 你觉得我有嘲笑你吗 没有啊 我觉得您挺那个的 但是我觉得对安德贡 我觉得他有些观点还是挺客观的 并不说他就是那种什么什么法法 法谁啊 我觉得 那你觉得我为什么没有嘲笑你 反而嘲笑他呢 我 不太清楚 那好 下回希望您这样啊 我给您个建议 希望您了解清楚 再来 做一个你的主观判断 好吗 好 谢谢 谢谢 好的 谢谢 感谢 您是姓朱啊 朱先生 我姓朱 感谢我们合肥的朱先生啊 连线发表您的观点 我们就到这里 好 谢谢 谢谢 嗯 好